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省的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九叉 我是Noray 那我們今天的盤勢就是一樣 還蠻差的啦 還蠻差 不過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 跌到沒什麼感覺 像我是跌到沒什麼感覺 然後在今天呢 有布一點空 對 昨天在我們這一個 會員頻道 你不是會員頻道 會員影片裡面有稍微講的 然後所以今天呢 其實跌的類群 應該就是鋼鐵 還有就是航運 對 基本上應該是疊這個類群 然後把這些個全職都給疊掉這樣子 所以我手段是沒有 所以基本上感覺上 受的傷是比較小一點點啦 對 那當然 呃 應該還是蠻多人在這個 這個海上 還是說當這個鋼鐵王 就是不要講太多 好 那一樣今天這個個股呢 我們講六檔 然後 會錄製三部啦 因為今天的個股是比較多一點 然後另外兩部就是八檔八檔這樣子 那指數的部分我們待 待會再去這一個 呃 比較另外一邊去看啦 對 另外一邊去看 那就沒有特別挪幾檔進來在這邊 好我們就直接來講大盤吧 嗯 今天的這一個 早上開盤到大概9點15分之前 大概都還看得懂 但是後面基本上看不太懂 好啦 我們看一下大盤目前呢 可以看一下他的這個整個 整體啦 看他整體他在今天終於砸到了 我們這個 115 150左右嘛 就是我們昨天有稍微講一下 還是前天的時候講 然後這個位置呢 剛好就是我們的 算是前提點啦 前提點 整個大盤的前提點 那這個位置到底會不會有人做防守 我認為 呢 應該是有啦 我認為這個地方應該是有人做防守 因為我在這個起攻這邊有看到一個 感覺上是有一個反轉的訊號 那這個反轉到底會反轉幾天 真的沒有人會知道啦 但是確實是有看到一個反轉訊號 所以在明天應該是 這一個 多方應該是有機會進行一波反彈啦 我在想 對 那當然 目前呢他 YAMA指數往下跌 然後 大盤呈現的這個還是在 呈現在背底裡面 然後量能差不多 所以沒什麼特別 我們主要看一下這個起貨吧 起貨今天的口數 蠻多的 26萬口 那再來看一下26萬口 對於前面來說 其實基本上都蠻多的 再來看一下5月12號 這一天是24萬口 所以說 迎來了一波 這個算是反轉啦 對 所以說 很奇怪嘛 每次這個當天 就是來一個 報比較多口數的說 就隔天做反彈 所以 呃 確實啦 市場上確實是有人在操控吧 對因為 呃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 每股可能剛好在已經往上 也也往上漲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市場上的資金 就是維持在一些 呃 少數人手上 這個是真的是 呃 很真實的事情啊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好啦 看一下這個 3月8號 26萬口 欸 一樣往上反轉嘛 對不對 再來呢 就稍微看一下比較多的量嘛 1月25號 這一天嘛 也是下跌到這個位置 欸 怎麼在2月7號這邊 就是 呃 這個 封關 封關之後 欸 開始反轉嘛 對不對 這邊也是連漲了 大概 4天左右 那再來 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的 再看一下 8月20號 對 8月20號 欸 這天爆了27萬口 欸 結果也是這個最底部 然後開始進行反轉 對不對 都蠻奇怪 那當然 嗯 以之前的量 我跟你講像8月19號呢 也是22萬口 欸 結果的下一天呢 他還是繼續往下砸 然後才用27萬口 把他接回來 或是明天是他的走勢 大概一個 類似像破敵犯的感覺 不確定啦 但是 嗯 感覺有一個反轉的訊號 應該是沒錯 然後看一下 去年 台股最下跌點 這個跌點呢 大概是 這個 5月12號 這當天是49萬口 大概是50萬口 不過 我覺得 這天可能不用看 因為他 所 所跑的 這一個範圍有點大 我們只要看後面這三天吧 後面這三天呢 就是5月17號之後 就開始一波反轉嘛 反轉大概兩個月左右 那5月17號 然後附近這三天啊 前面這兩天呢 大概就是30幾萬口 33 34萬口 所以會不會在明天呢 是一個反轉區 對 會不會是 不確定 但是 我覺得蠻有機會的 然後 稍微看一下 今天的這個 15分K 來看一下 在 早盤的時候 我在大概9點 快今天9點的時候 我發限制動態嘛 然後我就說 欸 感覺上今天應該是會卡在這邊 然後進行震盪 結果沒有 對 結果沒有 我原本以為他會比較強勢 不過 到後面這兩根 讓我真的完全看不懂 就是9點15分到9點30分 這兩根啦 這兩根我是真的看不懂 因為 拉了這樣下影線 然後 讓大家以為說 欸 其實已經要往上了 結果再上去之後 又像那個 打地鼠一樣又被敲下來 然後敲下來一整波 不停損就直接 在這一段就直接 又出場了這樣子 這真的是 呃 還蠻可怕的啦 所以我基本上 我只看得懂9點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確實是稍微一個反轉啦 因為這個分K看不太到 大概是這個反轉吧 這一根而已 9點 對 9點5分 然後有反轉上去 那 整體呢 其實今天最大量 也是在 9點開盤啦 對 是在9點開盤 所以說 基本上 大概就是 一樣啦 壓力的位置 我覺得依然就看向 大概就是這個位置吧 就不變 我維持不變啦 維持不變 因為沒有看到一個特別的 好 我們看一下櫃買 櫃買 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 特別 呃 比較 可以 可以說的是他比較強勢 其實也比大盤強勢啊 就是大盤有跌到最底部嘛 但是他 目前呢 還差5 對 差5點 還就到啦 185 然後 往下跌 跌了 跌到180 就差不多到達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昨天講的這個 呃 昨天不是說 這個大漲是拉這個什麼 一些個股嘛 然後 在高位的時候 這個 外資可能去空吧 所以他呈現負的嘛 他昨天下來的時候 反而是 又補回 那今天不確定啦 今天的這個 呃 不確定說他到底的量是怎樣 因為今天 我真的看不太懂 對 我今天真的是 呃 不是很明確 但是 也是有去做空啦 也是有做空 是空這個 我們這個會員的 那個 空方的個股 啊 主要目前今天 我覺得蠻值得注意就是鋼鐵 和航運真的是值得注意啦 那鋼鐵看一下 昨天有說 呃 快要跌到我認為 有機會走的一個反轉區啦 就是190到200 那當然 你不要把這反轉區 當作是一個 呃 就是你 假設你在上面套牢 然後你跌到這邊的時候 你覺得說 這邊是不是要來一個 什麼 重度加碼 或幹嘛 我覺得可以啦 但是 我覺得比較偏向於說 給這個 手上沒有任何 這個股票的人 空手的人 去做的一個反手 這個反轉區啦 這是大概190200 指數跌到這邊 應該進行一波反轉 因為 昨天也跟大家來做解釋了嘛 我們昨天是畫在這個 周線圖吧 對 我們畫 畫在這邊嘛 就是說 這邊是有機會進行一個 大型的三角收斂 他整個結構是從去年5月 這邊突破之後 開始走到現在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啦 對啦 非常有機會 然後 呃鋼鐵是蠻慘的 鋼鐵真的是蠻慘的 像中鋼今天也跌得 非常非常的多 對 跌非常非常的多 那整體其實 稍微看一下 他知道他已經跌破了啦 就是剛剛那個 我們的航運 是不是剛剛說的反轉區 是因為 我認為這邊是他的頸線嘛 那鋼鐵呢 已經跌超過了去年 那時候 5月17號的最低點 已經跌破 跌下去了 所以 鋼鐵如果有在反轉上來 我認為這邊就是一個好空點 我覺得啦 對 有可能這一波他的一些多頭都走完了 然後 資金已經跑到了 別的地方 對 現在 看一下今天其實就是在炒這個 汽車嘛 對 然後 食品也是長得還不錯 那當然 食品這邊是有進行一波 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有進行的 像這樣子的破底翻 而且禮拜二還更加強勢 所以 這邊破底翻 會不會讓他後面成為一個 比較偏主流的個股 說真的 不太確定 不過我們值得注意的是 他之前沒有辦法過的位置 大概就是這邊這個位置 可以值得去注意一下 如果說你的食品個股呢 欸 長到這邊這個位階呢 然後 跟這個我們指數連動有點大的話 像 應該是 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了 統一嗎 呃 我看一下他市值排行榜 以為我自己是沒有 對 統一啊 像統一的話 應該是跟這個指數長的 應該 是 非常非常的相像 對 應該是蠻像的 不過 他的 跑的位置不太一樣 所以 基本上 統一到這一波 應該有 機會成為他的反轉區 然後往下跌 如果是真的是跟著指數走的話 那應該是 有機會啦 真的說有機會 好我們大概講這樣就好 然後 我們看一下 目前納智達克 呃 早盤的時候在這邊啊 就是 拉到這邊 這邊剛好是多少 8點55分 9點開盤 他就 9點開盤的時候 開始 遇到壓力就往下走 那也 這邊 這一段算是跟著我們台股走 不過我們台股真的是 跌的 比較慘一點 他其實 只要我跌一點點 就是台股就 台股就直接往下跌 然後 後面反轉這邊就蠻奇怪的 對 那目前是呈現一個 往下跌的一個情況啦 那這一波 我覺得 就是 今天吧 像昨天 呃 畫的時候剛好 他這個位置嘛 然後我說 他應該會跌到這個上升趨勢線 然後往上拉 結果 他在我講完沒多久的時候 在這邊 藍色的這條線嘛 這條藍色的線 然後就開始 反轉上去了 然後那時候 這邊大概就是我發現的動態的時候 這邊有做一波空啦 這邊有做一波空 是空這個台股這個起貨的部分 對 原本想說他應該不會這麼強勢吧 這邊做一波空 然後想說他應該持續 然後這樣子跌下來 之後才有機會往上走 結果沒有 他直接往上噴 對 然後台股在昨天晚上算是 嗯 有小掌吧 有上去 然後又下來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應該是 他如果這樣跌的話 應該是就有機會這樣跌 跌到藍色的線吧 然後 如果說今天真的蠻強勢 應該就有機會直接突破上去 那當然 我也不清楚 不過我們拉遠來看一下他整體吧 他整體其實 還是維持在這個 算是中 一個下跌段之後 一個上升的區段 大家看一下藍 欸這個 白色的這條上升趨勢線 如果說真的順一著 這樣突破上去 這邊形成一個 三角收斂的一個結構 然後突破上去 這個感覺 上也是 有機會啦 那當然 走一步看一步 看一下明天就好了 那目前我們的 美元指數的情況 咦 再往上走 而且 算是已經走過了 昨天大概9點 他開盤的時候 也是爆滿大量 去往下砸 但是有人接 有人去接 那目前是 突然 這是什麼 跳空開高嗎 對 呃 對 他突然跳空開高 然後開上去這邊位置 所以 這一波 應該 目前的話 如果說 他要下午疊 然後往上漲的話 應該是跑到這邊 然後開始往下摔吧 然後 整體的啊 整體我們看一下 他整體就好 整體呢 應該白色這條線 是他目前的上升趨勢 就是我們這邊之前畫 這個下 上些形態下跌的結構 然後最後上去 那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67號這天 是有下來回測 所以 這一波感覺上有機會 假設他不跌破這個白色的線 他還是會有機會維持在一個 往上走一個趨勢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比特幣吧 比特幣 目前大家市場上是比較偏 大家都偏空去看待嘛 然後 他往下去砸 也是砸到他的這個低點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進行了一波這樣的反彈 那感覺上會不會等等 或是說在這邊 震震震震到這邊 然後禮拜五開始往下跌 不確定 但是他整體目前的走勢 我們切給大家看 都切4個小時好了 都切4個小時 然後 稍微來看一下 他跟納茲達克 目前的連動性 是還蠻高的啦 就大家可以觀察看看 他的連動性是蠻高的 就整張圖長得差不多 對 長得很像 長得很像 所以這樣意思是說 假設我們納茲達克 真的在這邊白色的線 進行反轉 往上走的話 在今天 因為剛剛有看一下 我們台股感覺上明天 或下禮拜有機會做反轉 會不會今天真的來一個大突破呢 對 不確定 不過 額 就 持續看下去吧 只要他不疊穿這個白色的線 我認為都蠻有機會 他這次真的不一樣了 真的要往上反轉了 好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講大盤 然後我們最後就講這6檔 簡單來說就好 好 劍核心這一檔呢 因為目前其實我就已經不是 什麼多方空方的一個 一個心態了 我就主要看 我們個股的價格吧 因為目前就是 其實個股跟個股之間 他們走出來的走勢不太一樣 整體上來說啦 目前我設的單給大家看一下 我設在大概多少 我是在78 假設他到78的時候會通知我 那通知我幹嘛 通知我去 我會去做空啦 我偏空去看單 因為目前嘛 量非常少 少到一個非常少 那如果說跟著盤勢 盤勢突然很好 拉到這邊附近的話 我認為他 下去的機率 長期來看下去的機率是 偏大的 對偏大 那但是我們看一下周限級別 周限級別其實從 2020年3月 他是一個上升趨勢線上來 所以 基本上呢 就是 價格不到80 這邊附近就是不空嘛 那當然 我希望的是這個下降趨勢線 在跟我們到達80的時候 是很接近的 這樣會形成雙重壓力 下去空的話 勝率會比較高啦 那 但是他的上升趨勢線 也會上來嘛 所以說 整體的利潤可能不會到很多 不過我覺得這邊會 我會是比較以一個 偏空的心態去看待 對 就是對於這段 因為目前這條 那個 頸線的位置 在那一次的反轉的時候 6月中到6月 5月中到6月初他並沒有上去嘛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比較偏空頭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漢磊 漢磊目前價格 我依然是等待100塊左右 100塊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入場點 那 再來拉上 這個日線來看的話 可以發現說 他目前就是卡在120 所以120這個位置呢 會不會 在 後面呢 又直接反彈上去呢 我認為可以觀察看看 如果說 他再次突破 然後 又 回側 你去追 或是說他突破的時候 你就去追 都可以啦 那 就是 兩個方式就是一個比較偏危險嘛 一個就是比較偏安全一點 一個 安全一點就是等他再突破一根 對不對 當天收盤 然後隔一天往下跌的時候 你再去接 這個是比較偏上安全一點 就代表說 呃 今天 到尾盤 這個實質的買盤呢 不是用down充的量 啊 確實 如果假設是用down充的量上去的話 呃 蠻有可能在尾盤就直接到貨嘛 就到下來 或是說拉到一個高點就開始到貨 這個 非常有機會啦 目前就是不然 100 啊不然就是120 比較明確的是這樣說 那中鋼 中鋼這一檔呢 呃 這個觀眾說他想要 這個 買進去 然後配息啦 那 我昨天其實有講過 我不知道這個觀眾到底有沒有 應該不是同一個問的啦 那我就跟你講一個 我昨天講那個故事 不知道大家聽有沒有聽得懂 呃 這一個 就是 那時候 去年 欸 對 去年的時候 拉到最高的時候 然後新聞就說 呃 有一個人 然後 他就是怎樣 他終於套牢了十多年的中鋼 終於解套了 對 那他解到他馬上去賣掉嗎 應該 蠻有可能的啊 應該蠻有可能的 那 呃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你是有長期 比如說你可以放個十幾年好了 那你也覺得說 欸 中鋼不會倒 那他的價格最低可能的 然後這邊看起來十幾二十塊 你也覺得你可以接受 真的價格到這邊的時候 你會進行加碼的話 那我覺得 那你想進場 那你就進吧 你就進吧 你也不用特別去問我 因為目前的結構 基本上是壞了 對 基本上目前的結構是壞了 只要 現 雖然說現在有爆大量 只是在今天爆大量 但是 如果說他沒有一個 比較 像是有一個W底的反轉的結構的話 就比如說今天是一個 最底部嘛 然後之後開始反轉 那反轉要反轉可能四五天之後 然後開始往下踩 然後這邊又守住 沒有這樣子的結構的話 你也很難去 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人在這邊的這個價格 現在目前價格29塊去結嘛 就根本不太知道 所以說 如果說你打算有長期放 9的話 那你就去買嘛 對 那 但是我個人會比較偏空去看待 如果到後面又長上去這邊 範圍的話 我會比較 然後 想要去做空 對 那是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看他同志 同志在 當時候他跌破上升趨勢的時候 有一併也跌破了大概165 165這邊撐了幾天 這邊算一天嘛 有拉上啦 123 4 然後第5天往下跌 跌到150 所以 150這邊這一個支撐是 經過了4天的 磨難 這個磨煉 去磨出來的150 所以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150這邊這個價格 那 你要說一定要到150才買嘛 也不一定啦 看個人 你可以151 152就入場 然後一樣 但是 你向下去抓的這個空間的這個停損 還是要抓啦 對還是要抓 那會不會 有機會從150 然後直接漲到180 有可能嘛 我們只用少少的停損 去賭一波有機會往上走的這樣的走勢嘛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說先到165 我會先部分止盈吧 因為這邊拉上去也有15%吧 對啦 15% 然後看一下長龍行 長龍行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 假設你在昨天去追買高點 前天 前天追買這一個收盤價 那當然 當然今天會受傷啦 那其實我就是一直在講 不真的不要看到什麼紅色 你再去追啦 真的不要 因為目前的盤是真的不是這樣 除非 除非有啦 除非有就是說 呃 他前面 前面都沒有任何的 像這一波這樣上來的 這一種 前面沒有任何高點 然後呢 前面都沒有嘛 前面是平地這樣子 那你去追這一種的 我覺得比較合適啦 你不要去追這一種的 對 追這種的風險更高嘛 那這邊 滿滿的一堆人被套了 對不對 一堆人被套了 然後你也在那邊被套 就蠻奇怪的 所以 目前這一波一樣看一下29吧 29這邊如果有撐 然後進行反轉 有可能都是短期之內的低點 那當然會不會明天進行一波反轉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剛好 今天的這一個 航運指數又 往下走 所以他還順利往下走 真的很難說啦 很難說 不過 價格上就是20 29到30這邊 都可以注意看看 然後他在蓬城 蓬城的話呢 就之前沒講過 不過 在我們的這個 4月25號那一週 跌下來之後 然後5月中到6月 出這邊反彈 他一樣沒有再回到 頸線之上 所以基本上這一波 應該是慢慢的走落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也有可能在這個地方 稍微卡住啦 對 有可能在150這個地方 是一個 形成一個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一個W底 如果說這一週 因為是週限嘛 如果守住 當然W底要怎麼去買 當然 撤的時候 你可以去進場 好 那再來就是怎樣 再來就是等待他突破之後 然後 你 突破頸線啦 突破他頸線之後 然後你再去 做進場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當然 W底真正的方法 應該是 等待他突破之後 再去追啦 但是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盡量 我會偏向於在這個地方 去做進場 然後等他拉到180這邊 我會比較穩妥 因為目前的這個走勢 並不是 真的是 大家所想像 他就是進行一波這樣的形態 這個形態成型 就已經往上漲 沒有啊 真的一堆個股 要嘛 融資被斷頭 啊 要嘛 就是 這個大盤的 已經 這個資金全部都撤出去了 完全沒有 要 要 玩這個個股了 我覺得 目前的走勢是這樣 那 這一波拉到180 我會有心虛空 然後 他如果說 再次跌破150以下 那 有可能跌落的範圍 就是在100到133這個之間 那當然我抓一個比較大範圍 因為我不確定這個133 這邊有三個頂點 對 三個頂點 這邊到底守不守 我不確定 真的不確定 所以 就 目前就 先這樣看吧 那 就是 再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的下山趨勢線 一樣壓著啦 所以你可以 你要嘛 到達之後去做進場 不過這邊已經有下來 先測一次 所以 基本上 他在回來測的話 準度並不會到特別高 只是他在反轉的訊號 不會特別高 你可以等待到 下山趨勢線 越過去之後 在150附近做進場 這樣子 好 那這六檔 就大概剪輯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 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créer 我們下個影片 會不會成功 就搭譯了 也不會成功 谢谢观看